过了湘西 江水奔腾之下进入了西陵峡 全长66公里 是三峡中最长的 它东西分为两段 中间被长约31公里的庙南宽谷一捧一二 东段为灯影峡和黄猫峡 又称宜昌峡 西段包括了牛肝马肺峡 空岭峡和冰淑宝剑峡 西陵峡以滩多水险著称 峡内共有二十余处大小险滩 平均三公里就有余处 这些险滩水流如沸 急旋翻滚 汹涌激荡 惊险万壮 如清滩空明滩等 自从新元1970年12月建了葛舟坝工程后 这些险滩大都沉埋水底不见天 冰书宝剑峡又名敏仓峡 传行其间犹如一窄像 抬头仰望黄石碧岩高耸明霄 传闻诸葛孔明当年偶心立写所写的冰书藏于此处 流传了千百年 流传了千百年 只因岩壁陡峭 无人也无法探寻 直到最近 好奇的人们才去揭开谜题 实为一凹一突的几块岩石壮如冰书 和一犹如宝剑状的石灰岩孤立于江心中而已 牛肝马肺峡是四峡之一 由于牛肝马肺峡两岸皆是千刃绝壁 长江再次仿佛只有一麻线般 所以又称麻线峡 由于峡江北岸的崖壁上 有四五片黄色的中乳石 形状有如牛肝 旁边另有一块暗核色的岩石像极了马肺 所以才有牛肝马肺峡 这种叫人匪夷所思的名称 从牛肝马肺峡到空岭峡 约有十六公里 人云清滩泄滩不算险 空岭才是鬼门关 空岭峡的空岭滩是峡江三大险滩之一 空岭源于是空岭 意思是指船只经过此处时 必须将船上货物搬空 空船而行必此险滩 空岭峡之所以险恶 是因为峡中有一巨石 硬把峡江分成南北凉水道 南流乱石耿阻 而北流则有三个暗礁 因而加深了它的险阻与诡异 西元1933年整治了河道 如今指控留贪名而无贪险了 柳城后 国详还给你 常日不遥 野 Dom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